近期,在香港发生的暴力示威中,不仅出现了打杂毁烧,冲击警察的暴力行为,还发生了焚烧国旗,误损国会的恶劣事件。 在这些暴力活动中,有部分年轻人的身影,让不少人发出了香港年轻人到底怎么了的疑问。 对此,香港青年专业联盟创会召集人吴杰庄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香港社会应该更多关心年轻人。 我看到新闻,心很疼,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小学生嘛,初中生,他们是对社会的一个判断,我觉得他是一个儿童,青少年,应该是在学校里面,在好好地培养他的一个学问啊,一个价值观等等。 为什么会在街头,仅仅在一个13岁的儿童,心里面手术两个气候弹,这种事情,我觉得在世界恐怖主义里面,都小尖的,应该是小尖的。 所以我们看这种结肿状态是非常痛心的。 所以我们作为社会人士,关心社会下一代人士,应该从多方面,从做不同的事情。 吴杰庄说,香港少数年轻人蒙面参加暴力违法活动,有备于香港人从小受到的守法教育,他们并不代表大多数香港年轻人。 这些年轻人一方面是受到了煽动,另一方面,香港长期存在的一些社会和民生问题也让他们积累了怨气。 我说二十年前的今天,大学毕业上出来的工资可能增长了没有两个,相伟数的八分点,可能几个八分点。 但是物价房价已经增长了两三倍了,所以对青年的生活是非常压抑感很大的。 还有他们一个居住问题也是一个问题,可能要现在的香港青年要买一个房,他可能会不敢想象,因为工资很低嘛,相对来说房价很高。 吴杰庄说,香港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城市,社会多元,香港人有表达诉求的合法渠道,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。 年轻人有理想和诉求不是实施暴力和违法活动的借口,有些底线不能愉悦。 目前,特区政府也做出了正面和积极的回应,释放出了善意,大家应该冷静下来,对话和沟通。 香港的自由是我觉得是全世界最高的,当然非法的暴力没有人是允许的, 那些也是绝对是错了。所以他们的诉求,我觉得已经偏离了,他本来要解决自己根本问题的一个原点。 所以希望这一次特首做了一些回应,大家要冷静下来,先把一些乱,一些暴力停下来,冷静下来一起解决问题。 这个才能把香港往前走了。 香港享有东方之珠的美誉,是享誉海内外的自由贸易港,旅游胜地和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。 这些都是香港几代人不断奋斗和打拼的成果。 然而,现在,香港安全城市的排名和国际客商的投资意向都在下降,游客担心安全问题而不敢到香港旅游。 吴杰庄说,年轻人在冷静下来之后,也该认真反思。 它不但是外外是公务,其实它是稳坏了香港过去几代人,他们身心苦苦地努力地建设它的美好的东方之珠,一些反面稳定等等的事情。 所以他们破坏了几代人的心血,我们都很心疼。 要破坏一个形象,可能就两个上个月就可以做出来了。 但是要建立起来,可能要随我们好几年的时间,都不止。 吴杰庄说,近年来,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,让年轻人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,为香港年轻人的发展搭建平台。 当前,香港年轻人对国家的理解还存在偏差,希望大家能够敞开心扉了解国家,相信有国家的支持。 风雨过后,香港一定会凤凰涅槃。 你想想,香港我们有几十万香港同胞,就长期在中国内地生活了。 如果中国内地,像你们想象中有落差,不可能会活到那么多年的。 所以我希望他们多放开眼睛,放开心扉,去了解我们国家,我们地方,坚持我们一狗两极,我们感人治港,高度自治的一个原好的做法。 这个很伟大的思想,我们也不担心。 因为香港也不是第一次有新型危机,过去的三十年,出现过两三次了,每十年都有一次的差不多。 我们这一次也是令我们香港人要重新找到团结的机会。 我相信香港经过这一段时间,会像火红王一样,会越来越好。